高雄大辽一家知名的科技公司在过万年之后 爆出了无预警开除多名员工 今天好几名遭到开除的高阶主管 带着员工到了公司门外举起了白布条来抗议 表示说还有家庭要养 无法接受公司没有任何理由 就要他们不要再来上班 对此科技公司董事长则回应说 目前交由律师还有劳工局处理协调中 他有工作权 白手突一 高举白布条就站在前东家门口 大声表达诉求会这么做 全因为年后有多名的员工 包含一级主管已是无预警遭公司开除 完全没有理由的就是直接开除 而且没有资钱费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这些员工人心惶惶 什么时候会轮到你 大家都不知道 气的控诉没有理由 就要大家回去吃自己 这间科技公司就位在高雄大辽 是全台唯一生产陶瓷纤维绿管的厂商 员工数共154人 这回一口气就开除15人 抨击公司经营权出现瑕疵 被资钱过程也不符合程序 不满遭开除的15人中 一级高阶主管就占了8名 达人数的一半 种种质疑都引发牢房不满 这个交由律师处理 跟劳工局去处理 公司也表达这个善意 针对劳工的诉求 他们愿意吸回言议 所以劳工局这边会在第二次会议的部分 来全力协助劳工局也出面介入 将在2月中旬做第二次协调 毕竟年后突然失业 劳工局无法接受 只盼资方能给出一个合理交代 平息9分 记得成本属肖志远刚刚什么的